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好们 大家好 华语有佳作 我是树根小木 均可听说过红粉君阵 均有可听说过百花齐放 先前已经介绍了三部关于妓女题材的电影 如果你看过我的无间道系列解说视频 你肯定就能够明白三部哪够呢 三部之后当然应该再三部 今天这一期让我们跨越深圳特区 从香港一路来到有着管事服务的东莞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电影《一路向西》 女同胞们请不要跑 相信我 这部电影并不仅仅只是一部单纯的三级片 一个男人在最终去往东莞之前 他的人生当中肯定还会有在其他的地方停留 而我们故事当中的主角向西也是一样 出生在香港的他 从小便生活在其乐融融的家庭范围里 母亲是女校的副校长兼职训导主任 而父亲则是热爱公益活动的水利署的高级主管 母亲为人严厉 却一直提倡言论自由与民主公正 只是每次家庭会议的时候 父亲是专职的记录员 拿有自主投票权的时间 而尚未成年的向西更是没有投票权 于是母亲的言论自然是在家中会议里畅行无阻 于是乎小时候是代替向西管理红包 而长大了一些则是仍然迟疑继续为向西购买内裤 可想而知向西从小家庭对于两性保守的态度 然而这可无法阻挡向西在进入高中以后 两性意识的逐渐成熟 就这样在第一次想对意识性产生锻炼的冲动以后 向西第一次接触到了成人杂志 就像每个人在获得种子的时候 需要一个善良的好人分享一样 王定作为向西的好友 第一次带他领略了成人杂志的美好 人的欲望从来只会越来越深 接触了2D平面静态的画面 下一阶段自然就是观看来自岛国的锻炼学习视频了 有道是常看锻炼的视频哪会不识裤子 终于有一天被父母当场撞进了这些影片之后 作为向西的家长 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孩子长大了 到了需要锻炼身体的年龄了 大家都未在谈起此事 但之后父母也再也不会对向西管动管西 他总算是自由了 掌握了这么多锻炼的姿势 啊不对啊是知识 到底应该如何学以致用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一次好友王定再次出面 邀约了向西暗恋的女同学 与另外一位女孩 四人一起出来郊游 晚餐过后 许是看了太多流行的小说 向西打算用酒将暗恋的女同学灌醉 可谁想自己却不胜酒力 闲晕的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时 意外发现暗恋的女同学就在帐篷里 于是乎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汗淋漓的锻炼就展开了 可等到梦醒十分才发现酒瓶的作用让他认错了人 在这之后羞愧难堪的向西选择了前往英国留学 然而热情豪放的英国女生很快就让他打消了对异国女子的幻想 不过好在他还是与一位中英婚友的女孩子展开了初恋 奈何男人一有了女朋友就将游戏与比赛摆在了第一位 可想而知这一段关系也已失败告终 学成之后的向西选择回到了香港进入了一家跨国公司 工作嘛定然是十分的枯燥 而几位男同事闲暇之时最喜欢的便是观看收费锻炼女子的点评网站 这可能有点肉口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分享花费锻炼心得的网络论坛即可 几位同事更是对论坛上一位换作卫君子的男士 几位的推崇 认为其经验丰富 文彼了得 对此单纯的向西自然是毫无兴趣的 然而游戏式锻炼从来都不分国界 这日自己的一个大客户点名了要去找女子收费锻炼 本着华人的好客知道向西也只能现学现用 热情的就推荐了同事之间传播的网站 而两人在大前广众之下交流着其中的心得 自是惹到旁边拥肠的客人是面面相去 可原总是妙不可原 向西就因为这次的尴尬之取意外认识了邻座的一位女孩 Zeta有一个让所有男人都最感兴趣的职业空姐 就这样向西对她展开了追求 他们一边聊着张爱玲 一边聊着张小贤 没有一个时刻比男孩热恋的时候更有耐心了 就这样两人历经辛苦走到了一起 然而没想到的却是他们的兴趣并不相投 锻炼的不和谐 接下来就会将各种的琐碎小事升级成了种种的矛盾 就这样在大潮过后的两人选择了分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时候的好友王靖再次出现了 这王靖因为工作的关系 常常往返于香港与深圳两地 看到时代的向西 她跟其介绍了自己的寻欢计划 前往隔壁内地的夜长 去那里找女孩子展开一次性的锻炼 这就是她的一小时性生活圈计划 听到这里的向西极为的认同 两人当即就来到了深圳的一间酒吧 然而这露水情缘哪是那么容易遇到的 倒是有三位小蜜蜂主动的靠了过来 这所谓的小蜜蜂嘛 也就是在夜长酒吧里 请来陪客人喝酒的女孩 这下可好 自己竟然成了对方眼里的铠子 之后的每个月 她都会和王靖来内地酒吧巡欢 这一晚她意外遇到了一位靓丽的女孩 她知道自己心动了 对方声称自己心情不好 更是主动恳请向西送自己回家 这可让向西瞬间心花怒放 作为一个成年人 又怎么会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就在一场大汗淋漓的锻炼即将上演之前 女孩谈起了自己目前经济窘迫 极为希望有人可以照顾自己 本来向西已经打算付钱了 却在这时候发现对面的女孩 刚刚做完了硅胶龙雄手术 付钱可以忍 可付钱还摸到了假货 那就忍无可忍了 可想而知 向西此时内心的崩溃 好友王靖深知其的绝望 他决定提议下一次 在向西前往东莞 好好享受一个完美的锻炼体验 不过连向西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他马上就要经历价值观 完全破灭的一次事件 回到家后的父亲找到了他 希望其能帮自己辈分一下资料 质疑辈分不要紧 可让向西都没有想到的却是 父亲竟然有着一个特殊的文件夹 里面记载的是各处的收费锻炼场所的经历 而最让他吃惊的莫过于父亲在论产的IT 竟然变成了为让无数男人 奉为锻炼导师的魏君子 三观的彻底塌陷 反而促进了向西 前往东莞循环的决心 而上了车的他极为的焦虑不安 自己马上就要变成那个唾弃已久的嫖客了 此刻他依然在劝解自己 他只是来看一看 观摩 学习一下 两人下车以后 遇到了等在这里的前同事 Jason 话说这Jason上次与向西一起前去澳门出差 可作为一个老司机 自然是希望睡觉前收费锻炼一番 谁想可能是喝的太多 竟然误不把自己的女上司 当成了上门收费锻炼的女子 结果嘛 当场便被开除了 不过在那之后 他们来到了内地家里自己开设的工厂 自然对于东莞更是无比的熟悉 而在去网夜总会的路上 Jason特意提醒了第一次前来的向西 一会儿不管别人选了哪位女孩都千万不要惊讶 就在这样的坠坠不安之下 小八失入了夜总会 而众人来的时间 正好赶上了店里的百花齐放 所谓的百花齐放 便是店里所有贡献的女孩都会聚在一起忍均挑选 这一下子马上便让三人挑滑了眼 两位经理更是大力推敲每位姑娘的拿手绝活 这Jason反倒是最先忍不住了 挑选了106号向西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青菜萝卜 各有所好 这是一个女子进入了向西的目光 这位211号女孩仿佛不失人间烟火一般的气质 马上便吸引了文艺青年向西的注意力 对外恋马总是个力气活 在大汗淋漓的展开之前 三位决定先吃顿饭补充一下体力 而在这间隙当中 向西发现了好友王静同样对211号女孩情有独钟 作为自己的兄弟 向西决定把这个女孩让给对方 不过他自己毕竟也花了三个小时才来到这东莞 自然也不愿意一炮不发就打道回府 虽然这百花齐放的时间已经过了 但姑娘们肯定还是有的 就在向西困惑之际 有一个女孩出现在了向西的视野 又是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女子 向西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好单纯 好不做作的女生 跟外面的那些妖艳见惑完全都不一样 他忍住了想要狂帅对方最初的冲动 先跟对方进入了房间 谁想这个时候 房间的敲门声却响起来了 让向西马上便陷入了恐慌 他已经能够看到警察破门而入 自己被抓入监狱拘留15天 还要跟老板倾向的情形 好在这小四及时提醒 这一切不过是喝醉的客人敲错了房门罢了 向西向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温柔的女孩 对方也认为向西是个极为特别的男人 这更是让他极为的欢喜 按照惯例 他需要在表格上填上自己所想要尝试的姿势 漫游世界 空中飞人 珍珠爆炸糖 这么多门独家的绝活已经超出了向西的想象力 想到作为一个男人不能显得太为主见 干脆就给所有姿势都打了钩 很快这锻炼便结束了 向西这才知道 这已经是小四今天第5次洗澡了 每天都冲洗那么多次 你说这到底算干净还算肮脏呢 管事服务的精髓自然又不是敷衍了事 接下来小四拿了一瓶漱口水雨温水 这正是东莞派不外传的绝学冰火五重天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武侠节目 很快就到了战况最为记得的时候 这就像爵士高手比拼内力一样 关键时刻就看谁能拼的更为长久 为此向西决定分散注意力 开始看起了四桌的墙壁 最终汹涌澎澎的内力一泄千里 锻炼完毕 小四表示自己十分享受食材的一切 而向西对他而言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自己更是会永远的记住他 第二天一早 大家都在一起交流心得 别看杰森找了一位其貌不良的女孩 原来他是知道 越是这样的女子长期坐着冷板凳 有幸被人选中 定会尽自己所能报答的知遇之恩 至于找了宛如天天的王靖 则失望透明 原来这美丽的皮囊里面却是一具冰冷的机器 至于向西 在第一次收费锻炼过后 他自然是对小四念念不忘 可同时他又无法忘记自己的前女友 对他而言 这欲望便仿佛是无边无一的森林 一旦走进去就很难再回头 这条循环之路到底会通向肉体的天堂 还是道德的地狱呢 与其说这是一部锻炼的电影 不如说这是一部华人男性性意识的纪录片 从家庭保守的传统当中对锻炼的避而不谈 到慢慢因为有了生理冲动 去学习各种姿势 再到慢慢的实践 再到具体的循环作乐 不知道从中记录了多少男性曾经的种种往事 电影当中的王靖 曾经打算将深圳的夜店发展为自己循环的场所 俗称一小时性生活圈 王晓了说这是南水北调 自己地方第三产业经济 王晓了说这是促进两万三地的文化交流 说到文化交流 YouTube同样是一个绝佳的交流平台 奈何无论是任何的中文视频 往往都能看到主意之间的种种争锋 唯独这锻炼儿子 反而最能获得大家共同的欢心 有时我在想这管事服务被取缔 可能某方面真的造成了两万三地 失去了一个绝佳的交流平台 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特别中意 一路详细这部电影的原因 在这里的香港青年终于摆脱了日常警匪类型偏离 那或善或恶的形象 在他善良的外表之下 是与所有人一样都坚信着饮食男女善莫打烟 同好们 如果吵架吵累了 不如我们来交流一下锻炼的心得可好 我是书根秀木 感谢您选择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我们下期再会